哈囉,大家好,我是尚卡,歡迎來到我的新頻道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為大家介紹 以諾的全新技能配點 那這個配點有機會讓以諾追上雙子的強度喔 好,那這邊我們來看一下以諾的全新昇華能力 這個是要透過你通關最新的十一封主線才能去觸發的 好,這邊我們點養成 那這次主要是昇華是有一個新增這個自身備攻 所以我們全部的點法都是以這個攻擊力加成為主 基本成長這邊我們可以先點攻擊力 然後在主動技能這邊也可以有這個自身界王拳的技能 更甚至到昇華1,這個也可以點這個攻擊力加成 三維加成的這個能力 然後昇華2的話還有這個自身直行消 視力的暗珠會有提升3%的攻擊加成 然後再來,主要是昇華4 這是新增的能力 每消除一組大於5粒6符石 自身攻擊力提升最高5倍 然後幾乎這個5倍是常駐的喔 而且並沒有限定首消 所以它這邊寫說每消除一組大於5粒6符石 這我有點不太懂它的意義 所以到底要消5粒還是6粒符石呢? 蠻複雜的,但是如果說你用希臘好像就沒這個問題了嘛 因為它天降都是一大坨一大坨的暗珠這樣的 所以今天我們主要是把以諾放進希臘裡面 去實戰它這個界王拳所帶來的增傷幅度 那依照我實戰的結果來看呢 其實它放進去都能夠達成條件 都有機會平砍破億的一個部分喔 算是還不錯喔 那稍微比一下它跟雙子之間的差別 雙子這個常駐能力呢 是必須消新珠來疊倍率的 那以諾這則是不用 這個只要你有達成這個消除 這個珠子的數量的話 就可以提升界王拳了 不過雙子的這個你疊滿倍率是比以諾高的 是到達6倍的部分 那以諾常駐只有5倍 比較可惜 不過以諾它的優勢是 它現在才74等 也就意味著它之後會有更多的配點 那這個攻擊力加成可以再點上去 或者是這個昇華能力可以再更強 所以其實以諾我覺得在之後的界王拳 應該還有機會 看官方怎麼設計 應該是可以比上雙子的感覺啦 好大概是一個這樣子的 之間的比較 那現在我們就用以諾放進暗希拉 來去做一個實戰的部分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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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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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